暴突泉公园游客络绎不绝 作为济南的标志性景点 暴突泉公园在任何时候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尽管是在工作日 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依然人潮涌动 游客们来自四面八方 有中老人为主的团队游 有学生为主的研学游 还有年轻人为主的打卡游 他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欣赏暴突泉的美景 更是为了感受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核心景点三谷水泉池边 人流如汁 狭窄的长廊上人群密集 众多游客争相一睹暴突泉的风采 清澈见底的泉水 三谷水流喷涌而出 形成了一幅壮观的画面 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 相机记录下这一刻打卡留念 而在这喷涌的三谷泉水中 你可以看到泉水的活力 也可以感受到济南这座城市的活力 除了三谷水泉池 暴突泉公园内 还有许多其他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点 比如李清照纪念馆 这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 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更多 关于这位著名的女辞人的故事 而观兰亭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亭子 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整个暴突泉的美景 这座公园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 它更是济南历史文化的载体 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 都能在这里感受到济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也是暴突泉公园一直备受游客喜爱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还没有来过暴突泉公园 那么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抽时间来这里感受一下全城的魅力 这里的景色和历史文化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你可以放下日常的烦恼 享受大自然的宁静 也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 如果你已经来过暴突泉公园 那么我希望你能再次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的美丽和历史文化 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更新 无论你是第几次来到这里 我都想邀请你一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暴突泉之旅 让我们一起感受全城的魅力吧